我看你接收拾还都不错 我们都还挺满意的 那个专家组这边 都已经安排好了是吧 你看他们满意的 头儿点的跟什么死啊 这次真没白忙活 那是 小伟出马 一个丁两嘛 那必须的 小伟 把东西还我 玩什么呀 作为酒店管理人员 擅自进入客人的房间 偷客人的东西 光这条 你们酒店就得关门 我呸 别在那血口喷人啊 你臭农民 有什么值得我要偷的 四招 一去 把手机还我 我就不还你 你想怎么样 还我 你是不是想挨揍我你 小伟 别闹啊 赶快把手机还给她 抓你家的紧带 就在那边看着咱们 赶快还给她 快小伟 你小时候你妈没教过 你不去偷别人东西吗 你这个有骂谁没骂 叫的王八蛋 你骂谁呢你啊 小伟 你骂谁呢 小伟 你是工作人员 你不能乱打人哪 打我呀 打我呀 没素质 打我 打我 打你怎么了 打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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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了 不要再打这儿了 站住房子要信 别冲 别冲 别冲我妈了啊 小伟 小伟 小伟一天到 这谁让我看你不顺眼了 早想揍你了 走开 爸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开 还董事长 这居然是你们酒店的 大堂经理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新来的 还董事长 不是我不帮你们 这酒店行业最大的忌讳 就是员工殴打客户 是是是是 这可是底线啊 要这样传出去 你们酒店还有人敢住吗 我看你们在服务方面 这个五星恐怕啊 不是 是他先挑衅了 顾客在挑衅那是顾客 顾客是上帝 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他做什么经理呢 我看你们要加强 员工服务意识的教育 是是 这样明年再说吧 明明年 你这个尝识不足的东西 听我解释 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听我解释一下 各位领导 就算是给我管老虎 一个面子吧 这样 以后咱们这个荆州酒店 你们几个永久性的免费 还有我建这个五星集饭店 不也是为了咱们荆州 形象能够更好一点吗 你 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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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 帮帮忙好吧 诸位 诸位 帮帮忙 帮忙 帮帮忙 管总 管总 好久不见了 你脸色惨白 似乎心情不佳呀 你就别再落井瞎石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 这二十多年来 我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要看到你特别不痛快 我呢 就特痛快 你说你这何必呢 其实我内心也特别矛盾 我既想看到你不痛快 可是又特别想帮助你 如果管总接下来 经济上有什么困难的话 随时向我开口 我可以给你帮助 你记住 我管老虎这一辈子 都不会找女人帮助 尤其是你 站住 你这个老女人 刘新神是不是你派来的 管管你儿子 本事不大 脾气不小 没假教 说什么呢你 快来 爸 你这个老女人 你早晚得气死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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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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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